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能当 当上 当兵 冒名顶替 花木兰 我 选角的时候 正好瞌睡的时候 碰起来一个枕头 当时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我真的是眼前一亮 你回来就是报人了呀 这儿 后来呢 我们就说 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那是能给我整个人 主要的角色全部用信任 我们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可不可以 这是要去送死啊 任何的演员都是从没有名到有名的 干脆用合适的 我老杖就是你们老杖 新生代的演员和这些老溪谷 我们相互成就吧 样子儿这个鬼孙儿 真吓得去哼收 咱俩从小长到大 谁都了解谁 你是娘胎里带的坏叔 我也不是上游的等 我们这个戏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三番四斗 从它的语言的节奏 包括它的形体和各个方面 其实对演员的要求是极高的 你演完以后观众笑了没有 这是唯一的标准 龙生龙 风生疼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 在人物关系准确的情况下 他会演绎出另外一种东西 这个确实是演员在现场的时候的一种魅力 这宋玉桃演戏是假 他就想天天看见我 狗生同志 你自恋可以 过分自恋可就不好玩了 因为这个题材我也没有触碰过 所以说我从一开始拍戏的时候 我就说先让有经验的老演员上 其实就是拿海陆老师他们垫了茬了 你要心里头赌的话 陪娘坐会儿 我记得那场戏应该是刚开机的第二天 那场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我看一次 我也会觉得难过一次 你能够感受到 他是特别实实在在地去感受这个人物 他是在角色当中 那是打仗哪 不是闹着玩的呀 一定得活着回来 你得活着 这场戏行 后来我说影后就是影后 对 媳妇谢谢 对 完了再悄悄说吧 你还真敢说呀 因为有他在嘛 还有这次我说勇哥您要是有时间 我说您再来帮帮我吧 他说你让我演个这 他说这我咋弄呢 我来你看着弄吧 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家设计 回来来了以后 他突然跟我讲 你看我这个头发怎么样 我刚开始觉得挺怪的 但是后来呢 他演艺完以后吧 其实是给我一个惊喜和意外 马佩童 马佩童 童不是童 包括陶 佩奇大哥 杏 傻王卯 王大举 狗生 他们之间在一起 他会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化学反应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国家不幸遭此大难 你们身为军人 要杀敌报国 影视是一个遮不了丑的行业 谁适合谁就来演 我们要去做一桌满汉全席 做的不是一个单独的菜 它一定是有凉的 有热的 有荤的 有素的 有黄的 有绿的 这才叫一桌席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 不违和 是一家人 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我说一戏 可能就是这个戏的一个运气吧 也是我的一个福气